这个纯丸我都不愿意说他了 那月29晚上把店纯节晚会都开始了 到了把店买个尿都把电视管了 我说尿您怎么不多看一会儿 尿说不看了快点睡觉去 早点起来还得早起摆尿起来 唉 尿说我天天看手机不愿意看电视 还有情可远 你说尿那么喜欢看电视 纯节晚会都不愿意看了 你这个刀烟你不该反思反思吗 像当年凤公 尿俊 晃红 宋南丹 赵立荣 赵卫山 他们活跃在应聘上的时候 我们这一年最开心的时候 都是打念三十晚上 坐在电视机面前等着他 他们几个几乎撑饱了 我们一家这全年的小店 也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 咱们春天晚会 后边这个北京换成大屏幕了 当灯光都打开的那一刹那 我的烟刹这照瞎了 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一个全国人民的打链环 被摸鞋盗烟给夹上了 什么猪蹄和猪旋律 我都纳闷了 他总是一个瘟疫弯回 你搞什么猪旋律呀 记得找梅山第一次 在春晚上表演响起的时候 他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掩饰 每一句话都是一个宝符 到底咱们全国人民豐富大笑 里边既没有政治成分 也没有商业成分 买乖散步 其实到今天为止 这二十多年了吧 到现在为止 他的每一句态词 每一个宝符 老百姓想起来还能历历在目啊 你得看看现在那个小片 哭不想哭 小不想小 因风样为歌功颂德 以前的预言的节目 看上去很低促 但是老百姓感觉他很高压 但是现在的节目呢 看上去表面很高压 但是老百姓感觉他素不可耐 我们老百姓特别特别喜欢的 操根明星 郭德岗先生 入刀烟所远 没有出现在春晚上的舞台上 但是一个连相声 几本拱管口都不会的 其实二岁高龄里 得意爽心的老艺术家 江坤先生 却出现在了舞台上 给大家说了一段 房研 说实话 你这个房研我也看了 我劝称没有表情啊 说句不好听的 你都不如和你高笑 当忽念的众生瞧响的那一场呢 当劝提的主持人 五四三二一开始进入 跨念倒计 实力哪一刻开始 咱们全国人民 如你所远 继续紧入了梦乡 唇节念念忧 唇弯念念烟 你一看不看我不管啊 反正安静跟我说了 以后唇弯不让我看了 好了 天不早了 不给大家聊了 出不来 出不来 我没想到